你死定了, 保安上班睡覺是犯法的 什麼?人家睡覺而已 我們…哪裡會犯法? 其實保安當值時睡覺真的是犯法 Jessica, 很久不見了 對, 但是為什麼會犯法? 因為根據保安及護衛服務條例 保安人員不可以違反 管理委員會的一些工作規定 包括不可以在當值時睡覺 或者在執行職責時疏忽職手 定罪後最高刑罰可以罰款一萬元 以及監禁三個月 聽到沒有?你不是犯了法 你看錯了, 我也不是睡覺了 我們先拍照 拍照你的罪證 救你, Jessica 她, 剛才偷拍我, 她犯法, 犯法 我不是偷拍, 明明 其實根據個人資料的保密法 如果它是為了工作目的 例如主管要監察你的服務標準 能否達到一個標準 她可以拍照為這些工作目的 但是如果放在網上 就不是一個工作目的 那就危險一點 聽到嗎? 我私藏嗎? 是不是? 她說放在網上 她說放在網上 我 給我 看了什麼? 巧克力奶? 我也想喝 給你 有多一個? 但是…我喝管 不要緊, 我也有 乾不乾淨? 用水已經衝過 現在疫情那麼嚴重 看你的樣子也知道你沒用洗潔精 不過不要緊, 先喝吧 我不客氣了, 喝… 不要喝 為什麼?博士, 你想喝我的奶嗎? 那倒不是, 因為它有很多菌 有沒有這麼嚴重? 你不相信嗎?我們可以做個測試試試 好, 就試試 這個實驗是模擬用環保飲桶 喝完朱古力奶之後 如果隨便用水沖一下 六個小時之後 究竟會滋生了多少細菌呢? 博士, 我經常洗這支飲館 不可能會有菌 這樣好像不是 我在六個小時之前 我們還在這個培養機上, 你看看 這麼多菌?很噁心 不過博士, 我想問 這三款不同的飲館 矽膠、玻璃和不鏽鋼 三支飲館哪個最多菌? 我們可以做個測試試試試看 好 浸完朱古力奶之後, 再用水沖 現在就等了六個小時 檢查一下飲館裡面有多少菌 矽膠有八十五 玻璃飲桶有三百多 相對較多人用的不鏽鋼 是最多菌的 有八百多 總共是矽膠的十倍 博士, 想不到金屬飲館是最多菌的 因為在這次測試, 我們三支都是全新的飲館 我模擬清洗的情況, 相對沒有那麼乾淨的情況 相對來說, 這三種物料裡不鏽鋼是最粗糙的 所以有機會停留細菌多一點 所以在六個小時, 滋身就變多了 很簡單, 我不用金屬, 我用矽膠和玻璃就可以了 那又未必對 因為你, 譬如我六個月後, 不斷地拆它 用小拆 它的表面有可能會有磨損, 不斷拆 有可能令這兩種物料, 相對地滋身細菌的程度差不多 那大概要多久換一次? 我會覺得六個月左右, 換一次是比較合理 還有選購飲館的時候, 我會建議直身比有些彎位 或者是彎曲那種 因為相對地, 我比較難用這個小拆去清潔 那些拆開的飲館是否會比較好? 它相對地比較容易清潔 這樣就比較難藏到細菌 或者這種也可以 你揭開的也會比較容易清潔 想不到選飲館也有這麼多學問 無論物料, 形狀和大小都要選過才行 都煩惱我今晚跟哪個冰仔吃飯 對了, 博士, 你有這麼多飲館 你也不用了吧? 先拿去, 去吧, 叫上去 這班剩下小拆, 只剩下小拆給我 Carmen還未到, 很餓, 讓我們吃早餐 不要了, 我不習慣吃早餐 不過我還有準備, 跟我來吧 好 幸好我準備了粟米片做早餐 粟米片有纖維、礦物質和蛋白質 吃完之後就像我這麼漂亮的 粟米片到 我的天啊, 你現在還吃粟米片? 不好, 你知不知道我上網看了一條影片 裡面有很多黑色的微生物 好像蟲一樣動作, 動作, 很噁心的 哪有? 不可以這麼看的 要用特別的方法去引牠們出來 連空吃蛋白質的蟲子會漂亮一點? 首先把粟米片倒入密實袋 份量大約是密實袋四分之一 再把它壓碎, 然後加水至八成滿 放下只一個小時, 等粟米片浸淋之後 就差不多了 錯了 20秒 好, 這時候我們一起翻轉來看看 是 很噁心, 真是有黑色的東西 最噁心的是你放進去 牠會跟著磁鐵走 那條蟲子走得很快, 很快 其實這條蟲不是蟲 Carmen, 怎麼了? 這個粟米片是你出的嗎? 這樣也不是蟲? 就是了 其實不是, 因為這些叫切粉 切粉? 是還原鐵 我們吃完之後, 會不會有毒嗎? 其實不會, 因為其實在歐美國家 是法例規定要加這個鐵質 加進去麵粉和早餐的穀物產品 因為原來有九成以上的人 都吃不夠鐵質 我想你們也可能吃不夠鐵質 因為吃不夠鐵質也會影響很多 新陳代謝, 我們的身體的機能等等 所以這些鐵質其實對人體是有用的 是營養嗎? 沒錯 是特意加進去補充你的營養 但一提到鐵質, 我就想起菠菜、牛肉等 但我也看不到這些鐵粉在上面 其實天然食物的鐵質 很難這樣吸收出來 這些是添加進去的 我想問一下, 我們平日吃東西的時候 用鐵匙巾、鐵叉 放進口裡含一含, 那就很有鐵質 那也不行, 因為餐具上面的鐵質 未必是純的鐵質 如果你想增加鐵質的吸收 例如你去鑿扒、吃牛排, 很多鐵質 吃完之後, 你可以喝維他命C豐富的飲品 譬如橙汁、檸檬水 也有幫助你鐵質的吸收 我知道了, 早上就拿一拿鐵粉 然後下午就鑿扒 晚上再喝檸檬汁, 當作減肥 這樣就最完美了 那我先吸一吸, 看你有多少鐵質 不要…已經夠少了 好餓 來了… 不過剛才那些鬚米片做實驗 有個新鮮鬚米 不如我煮牛油粟米給你吃吧 好, 你知道嗎? 牛油粟米放進去 煮一會兒會變成泡菊的 真的嗎?當然要嘗嘗 Yunice起床這樣炒 這個怎麼看都只是牛油粟米 不是泡菊 泡菊… 泡菊… 你們這樣做不到泡菊 Carmen, 為何又不行 我們做甚麼都不行 不做 其實做泡菊要用一些乾的粟米 裡面的水分大概是10至14% 當我們加熱的時候 其實裡面的水分會揮發成蒸氣 裡面的澱粉質就會膨脹 氣壓的時候就會令它爆開 好像我們的泡菊的棉花一樣 乾燥粟米粒可不可以爆開 是取決於有沒有合適的溫度 水分和外殼的硬度 還有如果做泡菊的時候 有些未爆開的乾燥粟米粒 是可以蓋上蓋上再蒸熱它 嘩… 除了這些粟米之外 還有甚麼食物可以這樣膨脹呢 其實有的, 蝦片 其實它是用木薯粉的澱粉來造成的 它是乾了 這個澱粉裡面 也好像粟米… 即是跑菊這樣的原理 它的澱粉又是保持水分 當它加熱的時候 它就會膨脹 吃下去就會脆脆脆的很好吃 它的澱粉很像你 人溫人生 不是, 像它一樣, 發脹了 假的, 怎麼辦? 有得撿撿它嗎? 我不是這科的 我想我幫不了你了 當然了, 當然了 好 鎖真是容易開 這次我們兩個扮成動物 再偷走出去 就沒有人認得我們了 很明顯我們是魚牛 魚牛就沒有你份了 扮成狗就狗了 什麼?那你幹什麼? 是聰明人吃腦的 我打算撞我自己進去的箱裡 接著打電話給他們搬運公司 他們就送我走 你好像很聰明 我真的很聰明 聰明得我自己也很害怕 豈不是很聰明 我們走出來 魚牛, 站起來 這麼大隻雞, 這麼大隻牛 狗 狗來嗎? 狗挺有趣 領養 好, 做完東西回來領養你們 領養? 真的能壓得到人 很棒, 我們放得很像 走, 走 誰這麼無功得心放 這麼大塊垃圾在這裡 搬死人嗎? 出凸員好像來了 魚牛… 原來的人真是當我們驚豪狗 有人…變身 又來了 鑑水 魚牛… 這麼恐怖 叫你們隔壁竟然偷走 阻止呢? 好像到了, 讓我去唱 你…出不了了嗎? 日本人呢? 救命啊 在這裡… 救他吧 救他 魚牛… 我終於出來了 謝謝你們救了我 監察,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 這集一開始的時候 不是送了幾支東西給你們嗎? 一人一支, 拿去吧 這是什麼? 是恐怖靜化戲 最重戲 什麼? 一開地圖就知道你們去了哪裡 要你們隔壁, 還是想你們好 對不起, 監察, 我以後不敢了 我們去你道歉, 監察 有 不要緊, 我們下一集再見 學時後悲, 迎見時悲 不過先還給你 對 對 我忍不住了 我看你幾次 我忍不住了 蛋白質到 蛋白質到 蛋白… 撿他 好… 撿他… 波士, 為甚麼他不斷攻擊我 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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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士 ... 呀